各位老師 那我們來講一下 因為我們要從雲林縣的市集進去 那蔣市是新北的 所以它的介面跟我們不一樣 所以雲林縣的部分我來講 那我把畫面切過來 那如果你進到這個市集之後 如果你要用它的一個教學應用區的功能的話 你就必須要用我們的單一認證的帳號來登錄 那我想問一下 老師你們上學期應該 資訊組長或網管應該會學校請你們申請一個叫做單一認證的帳號 還記得嗎 有沒有你完全沒有申請過的 好 沒關係 那你申請過了可是你完全忘記了有沒有 有沒有連帳號密碼都忘了 好 沒關係 那我還是示範一次啦 那如果你忘記了或者你還沒申請的 請你回去之後可能你再回去問一下你們資訊組長或網關 那這個單一認證的帳號其實在我們縣內很實用啦 就是說我們縣內比如說你要到各校去研習的時候你要上網 你要透過無線網路上網 如果你有那個單一認證的帳號的話 你在我們縣內各個學校是可以免費上網的 就是用那一組帳號密碼就可以了 那未來如果你有接行政的話可能我們以後縣內的一些 縣內的一些公告啊系統啊或者是一些線上的服務 通通都會用那一組帳號密碼去做登錄 所以還是希望各位老師你回去之後要把這個單一認證的帳號先處理起來 那如果你今天沒有了沒關係 我這個講完等一下講師會講你如果沒有帳號你要怎麼處理喔 那我們先看一下你有單一認證的帳號的話你要怎麼辦喔 那我們進到這個雲林縣的教育市集之後 右上角有一個OneNote教學應用區嘛 我們點一下 他會把我們畫面帶到我們雲林縣的單一認證的一個界面 那你就在上面打你的帳號下面這個就你的密碼 那我這邊示範一下我的 你輸完之後按登錄 然後他會帶出你學校的資料 點一下然後按下確認身份 然後再來就是一直下一步就對了一次認證 好這樣認證完之後呢 他就會幫我們帶進去那個OneNote的這個平台 然後是用你的身份來登錄了 他資料就會從你的那個 從我們單一認證的那個資料庫裡面去把你的個人資料抓過來 所以像現在我的帳號就已經登錄了 那這樣的話就可以開始用他這個OneNote的這個教學應用區的部分 那如果你沒有帳號的話 我們等一下請袁珍老師再跟老師們介紹一下怎麼用 好那老師您已經有帳號的老師 現在您就來試試看好不好 好就直接用你的那個帳號 好然後沒有的老師 我們用最快最快最快的方式 就是跟老師補充一下 我再借一下螢幕囉 好 好 謝謝